这个我们的范例档案里面 写下最后一题这里 这一题的话呢 开启之后的话看一下 乐透财 那主要就是101年102年 那这个当然早期乐透财 它的规则是什么 1到42号 那开一次开几个号码 开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不过现在大乐透变成1到49号 现在是49号 现在之前乐透财是1到42 OK那也规则都一样 就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所以我们就从乐透财里面 网络上抓取历史资料 其中的话 6个号码加一个特别号 所以这个是101年的第99期 第99期里面的话 这边7个号码 那所以其实基本上 我们要统计的是什么 101年的7个号码 这是第99期 那第一期在哪里 Ctrl向下 在这里 有没有101年的第一期 所以一年总共99期 那我希望统计100年 101年这个哪一个号码 开出来的几率最高 帮我排名 然后它的几率是多少 OK 另外还102年 当然未来有103104 有全部的 所以基本上 像我这边后面 有一个大乐透的历史资料 大乐透的话 好像从民国的哪一年 它这边有一个 我这边有一个连结 网址在这里 它里面的话 就会有历年来的 所有大乐透的资料 所以下一题也许可以做这一题 里面的话 就是这个我是由新到旧 由旧到新 等一下 那它从好像从2004年吧 103年就改版 改成大乐透 然后这个资料 网路上都有 它里面有没有 帮你排列 然后 它有新版旧版 你会发现 它里面总共这么多资料 那里面你会发现 它这边就有1到55页 那你会发现有一个奇妙 假设 因为我们要假设 如果后面有一个练习题 延伸练习 就是说 我希望把这个的第一页 你要点下去 这边第一页 这个资料抓到Excel 但是里面有55页 那以前的做法 你可能如果你不会用VBA的话 你就变成你要傻傻的 复制贴 复制贴 一直贴 贴55次 但如果说你今天会回圈的话 你就要思考 说Excel里面有没有方法 第一个我要抓网页资料 第二个我如果抓网页资料 我会用那个抓网页的那个方法 并且结合什么 你要找规则 你会发现 index page等于什么 等于1 对不对 那如果我今天切第二页的话 你会发现 index page等于2 那我是不是可以怎么样 如果我会抓第一页就好了 那我可以再跑一个回圈 for i 等于什么呢 1到55 然后我可以把1到55的数字把它换掉 就是这个网址的资料也会跟着换 那换完之后呢 我把它这个里面的资料 把它抓到Excel里面 那这样我不就可以达到什么 达到从网路下载这55页的历史资料 ok 所以这个等一下会讲 ok 那怎么做 其实还蛮简单的 你会回圈 你就有办法把这些全部资料抓下来 而且可以统计 历年来一直到最新的这是第二页 到前几天吧 开奖的哪一个号码最高 其实这边的话就会显示出来 我们待会再给到6月28号 礼拜五 开奖哪一个号码开出来的几率最高 也可以统计 那我们先来讲一个比较简单的101跟102 统计分析一下 首先的话呢 那我要统计它的话 第一个 请各位先把这个范围 把它叫一个名称 叫什么 记得先把101年先选横向六个 控制度向下 这个范围我刚刚讲过 你干脆定一个名称 因为如果你不定一个名称 你还是要选个麻烦 那我名称的话叫 101年吗 这边主要这个名称不能数字开头 所以呢 如果你数字开头Enter看看 它会出现说 这个不能 是不是有效的名称 所以刚刚好像有同学输入的名称 就是数字开头也不行 那所以我怎么办呢 我取名称叫开奖 前面多两个字开奖 101 OK 开奖101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 这开101年的七个号码全部 Enter 那这个102年一样 这六个 这七个 倒特别要 Ctrl-shift向下 这个范围我叫开奖102 Enter 一个开奖101开奖102 好 那我要统计分析就很简单了 怎么统计呢 第一个呢 就是插入函数一样用什么 用Count if Range的话呢 101年 F3 把开奖101带过来就可以了 有没有 这个就是 开101年的所有号码 那我要找什么条件呢 Carture找一号 刚好在前面 所以你按个确定之后 它就告诉你17次 但不过 你像他填码全部都算完 号码出现了次数 但是因为我不是要出现的次数 我要的是它的几率 所以几率的话 你必须是什么 把它再除以 它那个101年 全部有几个号码 全部 那你其实很简单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 就是什么 Count 开奖10就好了 那其实有个偷懒的方法 把这个Ctrl-C 贴到这边来 把它Count if拿掉 然后把逗点 后面的这个拿掉 意思是说 帮我算一下 开奖1011的那个范围里面 有几个数字 Count什么 不过这一题 你用Count的也可以 OK 因为反正里面有几个资料 结果好像一样 Enter 它的几率是 0.0245 就是在万分之245左右 1万次出现245次 不过其实 有一个问题说 这样阅读性很差 我如果希望帮我出现 1万次出现几次 就是245分之1万 就是1万分之 万分之多少的那种格式的话 可是问题 按右键 出成个格式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的话 基本上 有没有万分之多少 好像没有 有没有 但是有百分之多少 我记得 那我们前面讲过 就是分数这个 百分之 有没有 多少 有没有 百分之2 可是问题 我要万分之 万分之多少 感觉会看起来 比较清楚 所以我可以自定一下 如果没有万分之多少 只有百分之多少 可以怎么做呢 加两个0 不就好了 OK 这样的话呢 我就改出来 我要了 万分之 就是1万次出现 245 这样应该够清楚了吧 OK 好 这样子也比较好 就马上一起 那再来的话呢 开讲102 这个公式怎么样 如果102年 你可以复制公式 贴过来 把这边改成什么 102 这边改102 其实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答案就出来了 那公式怎么做呢 把这边的格式复制一下 贴过来 点两下 这样就全部做 OK 应该很简单嘛 所以以后统计 应该没有那么困难 算机率 马上大概就知道 两年哪一个机率最高 不过我们是出钱的统计 这个加这个 两年加起来 向下填满 然后呢 哪一个排名最高 插入函数 我们可以用 统计里面的 rank.eq R开头 OK 这边 rank.eq里面的话 那我们可以 它的核计 这个范围 范围的话 这个Ctrl-Ship向下 然后 这个范围不能变 所以F4 锁切是锁切就好了 等于是这个不用 这个全部不用变 但是它的核计结果 跟这个范围里面 它告诉我排第几个 26 向下填满 OK 好 这样的话基本上呢 我们就 全部做完了 OK 所以特别致于 请各位 试一下这一题 那等一下的话 我们要延伸 这后面的话可以吗 可以再得到 把VBA给做出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来切一下 Ctrl-Ship ip ip ip